好 至於中六選區 國民黨的羅廷偉對上了民進黨的江兆國陷入激戰 而雙方呢 各自是請來了台中市長盧秀燕 以及這個總統府的秘書長林佳龍來站台 也讓農宴再度平常 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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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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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情民眾拿著支扮 上頭大大兩個字 寫著動算 跟台中市長盧秀燕 還有國民黨台中第六選區立委候選人羅廷偉一起高喊動算 台中最強吸票機 市長盧秀燕 4號上午 帶著國民黨立委候選人羅廷偉 到台中南區第三市場掃接敗票 親切握住每一雙手 爭取詳情支持 因為中六選區立委藍綠激戰 羅廷偉顧台中 立下台中 如果去中央 一定的認真感動 當時已經監出議選 讓我們台中市更多的建議 更多的建設 盧秀燕市場攤位前深深一鞠躬 拜託選民支持 選戰最後關頭 市長盧秀燕出馬 徒步掃市場 帶領黨內小雞 立平翻轉中六選區綠地 意外變成榮燕統台再經濟 民進黨江趙國也沒閒著 4號下午請來前台中市長 現任總統府秘書長林嘉隆車掃推票 第一個選區就是激戰區 大家一定會全力來這個輔選 那這個是我立法委員 這個起家的一個選區 所以當然特別有意義 那至於對手 我們希望說能夠維持行政中立 林嘉隆二零二四第一戰車掃獻給江趙國 意外變成另類榮燕對決 亡不見亡但平常較勁異味濃厚 讓選戰氣氛直線升溫 記者高於李永勝 林波崇 台中報導